这是阿姨昨天给我的手镯 太不容忍我不能要 你帮我还给阿姨吧 我妈既然还给你了 那你就留着呗 还是留给你真正的女朋友吧 不过你咋办呢 又不是真的 我说其实不用欢迎的 不用问那什么意思嘛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 没说啥 你这人怎么说 我什么一碰 刘总 你俩这是干啥呢 那个 我刚刚开展差点摔倒 我先扶我一把 对对我扶了他一下刘总 你来给我进来一下 好嘞好嘞好嘞 怎么了你哥 别过嘻嘻笑嘞呢 你还记得过 记得你啥你相信 记得啊 和你相信一个对象 他爸和咱妈是朋友 而且还是身上的伙伴 因为你的拒绝 他们家现在终止 和我们家的一切合作 终止就终止呗 跟我们家合作 又不止他一家 是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什么大不了 你知不知道 这将对我们公司意味着什么 不是刘总 你们说家里事 要不然我就先走了 走什么走往下 还有你事点 我事啊 虽然 虽然你上次的相亲 还带着男闺蜜 而且呢 据说还是男闺蜜 破碍了你们的相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男闺蜜 就是你帮我下 是我 刘总 什么年代 还包办婚姻啊 不是合着你们安排 蓝蓝相亲 就是想用蓝蓝的忠心幸福 就换取你们合作啊 这不你们也太那个 你闭嘴 我们家的事情 有你什么事 哥 是我让网上 假装我男闺蜜的 跟他没关系 蓝蓝 我就你一个妹 我太了解你了 你是不是喜欢 先不说这 蓝蓝 你选择怎样的男人 他以后会决定 你以后的怎样的生活 哥是过来人 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感情的事情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王姓 哎 刘总 广东公司 那边刚好有一个空间 你去那边做个主管吧 虽然是个主管 但是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哥 你什么意思啊 好好的为什么要带他去广东 你别插嘴 王姓 给我出来一下 坐下风 行 刘总 您刚才说 让我去广东分公司 我可能去不了 不去也行 王姓 你不是一直想要创业吗 对 这样吧 只要你离开蓝蓝 这五十万 作为你的创业资金 五十万 我还值这么多呢 刘总 我是没钱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随意侮辱我吧 是有很多人生来什么都有 但是往上面翻几带 那不都是白手几家慢慢干出来的吗 我还年轻 刚好呢有点反骨 不会跪着吃饭 你是兰兰哥哥 你想让他过好的生活 那没错 但是你怎么都能肯定 我给不了他幸福呢 这个您收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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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